咳嗽其实是肺癌的一个手诊症状 如果在临床判断这个病变是否来源于肺呢 首先我们就会问患者 你的主要症状是一开始发生的症状是什么 所以对于咳嗽来说呢 对于肺癌来说呢 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长期伴随的症状 并不是放疗引起咳嗽 其实它自身的一个病变也可以引起咳嗽 就包括手术化疗以后它可以引起咳嗽 所以对于治疗以后引起的咳嗽症状呢 首先我们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使自己的气道湿润 可以经常做物化 而且可以经常适度的有氧运动 比如慢走 比如稍微加快的走 比如慢跑 如果自己的肺功能可以的话 稍微适度的慢跑 去有氧的环境 就比如去比较绿色植物比较多的地方 痒疤 这些就是比较绿色痒疤这个情况 我们做一下适度的运动 来使自己的肺功能增加 使自己的那个气道湿润 可以如果是这个咳嗽的话 不特别影响自己的休息的情况下 我们和给予一些药物性的干预 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 因为咳嗽从理论上讲 它是人体的一个正常反应 正常的防御反应 因为气道有义务以后 它才会引起咳嗽 所以就是我说的 一是要注重运动 二是注意气道的湿润 第三个就是防局部复发 第二个就是防局部复发